素宝眼间看到了树林边上的人影 他双眼一亮 爸爸 穆龟凡感动 果然还的是他的小棉袄 素宝跑过来 急切问道 爸爸找到七舅舅了吗 穆龟凡咳了一声 忽然捂住胸口 乖仔 爸爸心痛 素宝以为他受伤了 连忙问道 啊 爸爸你没事吧 那边听到声音 苏锦玉也赶紧飘过来 一脸担忧 你没事吧 穆龟凡突然将捂住胸口的手放下来 不过脸色莫名苍白了一些 又露出一个宽慰的笑容 没事 我跟素宝闹着玩的 苏锦玉却怀疑地看着他 真的受伤了 瞒得了素宝 瞒不住他 果然穆龟凡伸手过来 靠在他肩膀上时 大半力气都压在他身上了 好像是透支了 没有了力气 苏锦玉很担心 悄悄扶住了他 老祖宗 乌宇 谁说男人不会撒娇 不会绿茶 爷 吃下去的火锅都要吐出来了 他神色整了整 问道 找到苏云潮了吗 穆龟凡神色也渐渐沉了下来 摇头道 没有 他有些自责地看向素宝 抱歉素宝 爸爸已经来回 把神坛找了十几遍 但还是没有找到你七舅舅 神坛太深了 坛底下不去 穆龟凡把坛底的情形描述了一下 以及他刚刚上来时 恶魔之眼的变化 你七舅舅他可能 处境不会太好 素宝安慰道 没关系的 爸爸 我算过了 七舅舅不会有事的 穆龟凡 哦 所以他们 才会吃得这么开心啊 穆龟凡才反应过来 一时无语 那爸爸不是白跑一趟了 他哭笑不得地说道 不过 听到苏云潮不会有事 他心底的沉重 也渐渐消散了 素宝摇头 爸爸才不会白跑一趟 穆龟凡 莫然 也是 他的确不会白跑一趟 因为小乖宝 肯定要下去一趟 他想到了坛底那些玻璃镜面一样的光 以前那些老家伙离开之前 都给你留下了好东西 清华大帝留下的洞服 我们已经去过了 只是不知道是哪个老家伙留下的 竟然把东西藏在了恶魔之眼 深谈谈底 变态啊 素宝点头 没关系 这次我自己下去 穆龟凡摇头 爸爸跟你下去 素宝却坚持 不 不行的 爸爸 我算过了 必须我一个人下去 穆龟凡皱眉 老祖宗默然捞起一块牛肚 在火锅里刷了刷 继续吃 小鬼兽在一边沉默地蹲着 看了看恶魔之眼 又看了看穆龟凡 他的鼻子嗅了嗅 在穆龟凡身上 闻到了不太一样的气息 小鬼兽抱起一个灵果 默默地拼命啃 啃完又嗅出自己的小爪子 看了看肌肉 好像还没长出肌肉 他继续吃 要吃多一点 再多一点 只有吃得够多 变得够强 他才能帮到小主人 最终穆龟凡叹了一声 说道 你下去的时候要小心 他把在坛底看到的一切都说了 这恶魔之眼有些不同 这是一个夹杂着时间和空间的绞杀器 素宝之前学的金色符文 算是一种空间法则 把这些符文画在符路上 就是传送符 他学会了虚空画符 顺移 这些才真正属于他 领悟到的空间法则 但是还不够明确 而眼前恶魔之眼底下 那是真正的空间法则 已经不仅限于符文 所以 你下去之后 一切都要小心 穆龟凡真的很担心 他一个不小心 被传送到外太空去了 一切都有可能的 到时候 他满世界满宇宙的 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素宝的关注点 却不在这里 空间法则 老祖宗说 人间的恶魔之眼 传闻中和地狱相连 是不是因为 人间的恶魔之眼 和眼前的恶魔之眼 有某种方面的共同处 所谓的和地狱相连 并不是真的和地狱相连 而是因为恶魔之眼里的空间法则 素宝之前算到两点 一是七舅舅有惊无险 会回到最初的地方 二是爸爸会没事 现在爸爸回来了 说到坛底的空间法则 素宝连想了一下 自己补算到的结果 最初的地方 难道七舅舅回家了吗 爸爸妈妈 我自己下去之后 你们先回去看到外婆 素宝思索过后 说道 人间快要过年了 你们先回去看外婆 我会在过年之前回去的 苏锦玉默然 这句话很熟悉 或许以后都会很熟悉 可素宝已经走到了 他们只能抬头看的高度 他走得太快了 太前面了 他们在后面远远看着 根本帮不上任何忙 素宝站在恶魔之眼面前 看着底下翻滚的血红色潭水 苏锦玉不断地叮嘱 你下去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 要是有什么不对 你就立刻上来了 好不好 爸爸妈妈在这里等你 然后再一起回去 跟你外婆过年 素宝摇头 爸爸妈妈 你们先回去 去看看外婆还好不好 不算者 有些时候自己知道一些事情 却不能直接说出来 就好像去算命的人 听到的总是悬而又悬的东西 有时候说的明白 又不太明白 这些都是因为算命先生 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 素宝不能直接说 要妈妈先回去看看 七舅舅在不在 只能拿出一个乾坤待地给他 妈妈 你带这些东西回去 会用得上的 苏锦玉默默接过来 抬眼 有点眼泪汪汪的样子了 那 那你早点回家 妈等你 素宝觉得有点好笑 点起脚捏捏妈妈的脸蛋 放心吧 我长大了 这一句话 却让在场的人 鬼都神色都变了变 变得更莫然了 是啊 他长大了 季长站在最后 眼神一直默默看着他 算了 现在回去跟武苍借神术 继续挂一挂 应该没问题吧 懦弱鬼牵着素宝的手 给他带上了一条手链 语气温柔 这是哥哥 坐得平安扣 保佑我们宝贝平平安安 素宝看着漂亮的手链 说道 谢谢潘哥哥 花心鬼也过来 给他头上加了一个小抓家 这是幸运紫荆 不论素宝到了哪里 都一直幸运 嫁衣女鬼给素宝递过去一颗灵果 眼巴巴地说 奴家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是刚刚在小鬼兽手里抢的 给你 小鬼兽 支支支 倒霉鬼 倒霉鬼也想给素宝拿点东西 然而刚想说话 就被大家齐齐踹飞了 木龟凡把自己的戒指摘下来给他 这些拿着 或许用得上 素宝摇头 不用了 爸爸 你宫殿里有的东西我都有 苏锦玉不理会 找出一条绳子串了戒指 给素宝戴在脖子上 一边唠叨 东西总是多多一扇的 老祖宗悠然地喝着茶 好像是最不担心的 只是那茶水 也不知道倒了多少回了 素宝摆摆摆手 好了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你们回家等我哦 他准备跳下去前 纪长忽然喊道 素宝 素宝疑惑回头 纪长唇角动了动 最终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记住了 不要勉强自己 他伸手 将他的手和卧在掌心里 第一次给他戴上红绳的时候 还是小小的手掌 只够贴在他手心 如今指尖已经变得纤细圆润 时间过得真快 一丝阴气悄悄地渡过去 围绕在素宝手腕上 纪长这才放开手 朝他摆手 去吧 素宝当作什么也没看到 笑眼弯弯 嗯嗯 谢谢师傅傅 说吧便没有再回头 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血红色的潭水翻滚 一眼看着像地狱 又像人的血红瞳孔 令人心惊 素宝刚触碰到血红色的潭水 果然就感受到了 千万只手拉扯的感觉 这些手是看不到的 但就真的像是掉入鬼窟一般 看不见的手不断地 在向他抓来 爸爸说的没错 不仅是感觉到有人抓他 还感觉有东西刺到他脑海里 让人头脑昏沉 素宝觉得有些奇怪 这是什么攻击 能攻击到脑袋里 与木龟凡不一样的是 素宝有神识 他很快发现了 那些东西不是攻击大脑 是攻击到了意识里面 这就神奇了 素宝立刻把神识探出去 想要查看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非要弄清楚 这恶魔之眼里有什么不可 结果他看到了 令他震撼的一幕 这些血红色的潭水里 竟存在着一个个浮世 也就是一个个人生 不同的人的人生 素宝心底有了猜测 有意识地寻找 果然找到了一个熟悉的画面 画面里看到的是 堆放垃圾 山红 头埋在马桶里 这是吃屎鬼的人生记忆 素宝的神识 立刻紧盯这个记忆 吃屎鬼的一生 如流星一样划过 一针针画面过得极快 一直到他死了 修炼 被老祖宗踹下恶魔之眼 一切戛然而止 又开始从他出生那天看到的画面 开始一针针重复播放 素宝明白了 果然 这些血红色的潭水 是每个掉进来的鬼人的一生 每个人生记忆组成的一部部电影 便是一个个浮世 恶魔之眼将这些浮世全部汇聚 提炼成了一缕缕红色的雾气 雾气化成潭水 才有了这些血红色的潭水 人死为鬼 鬼死为你 所以爸爸的形容不准确 不是鬼哭 是你哭 明白这一层厚 不知道怎么的 素宝忽然感觉到毛骨悚然 人死为鬼 鬼死为你 素宝心底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不知道怎么的 忽然感觉到毛骨悚然 原本翻滚着的血红色潭水 没有任何预兆地朝他猛扑而来 可 素宝被猛卷进潭水中 不过这都还不算什么 他能应付得了 只是他探出去的神石被咬了 素宝终于知道人为什么怕鬼了 如今他就感觉有数不清的人 贴在他身后 对他虎视眈眈 要将他一口口吞下腹 脑海里一阵剧痛 是神石被撕咬的疼痛 素宝在神石中 看到了无数双血红的眼睛 以及层层叠叠的牙齿嘴巴 扑在他身上上面 啃咬 画面就像生化危机里 丧尸扑倒一个人 活活撕咬一般 好疼 素宝赶紧要把神石收回来 但被咬住了 收得很艰难 原来 爸爸下来的时候 能在这血红潭水里面 来回寻找几遍 而没有遇到危险 竟然是因为爸爸没有神石 所以他除了感觉到脑袋有点疼 其他就没什么了 但他不一样 他有神石 就好像告诉那群丧尸 这里有一块新鲜的肉 这能不全部扑过来 哪怕素宝艰难的 把神石收回来了 那些鬼女依旧在追着他 全部挤进来 素宝感觉在这样下去 他脑袋就要破了 他拿出通盘笔 地吃一声 盘古开天 轰然破开血色潭水 十一条金色游龙冲杀出去 将眼前的东西一扫而空 素宝面前出现短暂的真空地带 他连忙往下 爸爸提到过 血红色潭水底下 是漆黑的潭水 那里没有感觉到脑袋疼 只感觉到刺骨的冰冷 和莫名的危机感 素宝一心往下冲 只要离开血色潭水到达 然而才不到两秒 那些撕咬他神石的鬼女又过来了 血色潭水无穷无尽 那些东西也无穷无尽 素宝没办法 神石拼命挣扎 试图摆脱那些东西 在这里盘古开天的神通 好像都不太管用 打击的对象不对 就像人用刀去砍鬼 是砍不到的 必须得要相应的法器 但素宝并不觉得 是因为通判笔和盘古开天 这神通不够厉害 反而清醒地意识到 他们真正的厉害他 根本没发挥出来 素宝再次用通判笔使出神通 喘息了两秒钟 决定收起这些东西了 消耗太大 能够给他冲过去的时间又太短 还不如直接往下沉 此时素宝感觉自己的神石 已经被吃了一半了 原本五十米的距离 竟然只剩下了二十米左右 素宝急了 这什么东西啊 竟然连神石都能吃 他又试图用神石攻击 但发现 他的神石攻击会取物欲物 不会真正的攻击 神石拿着银针去刺 也跟那通判笔使出神通一样 没有多大的作用 素宝头痛欲裂 快要撑不住了 他感觉神石不能被吃完 被吃完等于脑瓜花被吃完 他会死的 情急下素宝的神石开始发疯 一通乱摆 企图把这些嘴巴甩掉 没有用 素宝换的思路 既然没用 那就给他们吃 前提是他要在他们吃完之前 把神石继续修炼出来 只要撑到沉到黑色潭水那一层 他就暂时安全了 怎么修炼神石 目前对神石有修炼作用的 只有金色雷叶 于是乎 素宝一边往下沉 一边狂吞雷叶 拼命修复神石 修炼神石 修炼出来喂鬼女 他感觉自己真的疯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不断把自己吃胖 好让丧尸有肉吃 为了不让自己被吃掉 素宝修炼神石的速度越来越快 几乎达到了吞一口雷叶 长出一口神石的速度 金色雷叶不要命地往嘴里灌 很快就没了一桶 素宝心都在滴血 他的金色雷叶啊 地主家再有钱 也不敢怎么浪费啊 如果真的是自己吃的就算了 现在感觉是这些东西吃的 气死他了 素宝一生气 就想从他们身上重新搜刮回来 小财迷绝不认输 拿他钱比拿他命还难受 于是素宝开始反向搜刮 这不搜刮不知道 一搜刮可真不得了 素宝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 那就是一只不起眼的血色潭水 竟然存在一种红彤彤 碎光一般的物质 跟金色雷叶一样能够修炼神石 素宝想也没想 立刻开始提炼这些红彤彤的碎光 他还不太会 一开始只能一缕缕地收集 后来熟练了 一把把地收集 到最后 发现越来越容易 神石吸一吸 就全部涌过来 发财了 发财了损耗 开始疯狂抢劫 哦不 提炼 红彤彤的碎光 都变成了一道道红光 朝他身上飞来 神石修炼的速度 也跟做火箭一样 本来被吃得只剩下五米 靠着雷叶苦苦支撑 现在飞快的五米 十米往外涨 很快就达到了一百米 素宝拼命让自己停住 不再着急往下沉了 他双眼冒出红光 哦呵呵呵呵 带走 想个办法 彤彤打包带走 素宝拼命地反向打劫 血色潭水 把里面红彤彤的光 全都收掉 收掉收掉 彤彤收掉 素宝的神石也越来越强大 很快就超过了一百米 达到了两百米 五百米 这个距离 足够看到很远了 更别说他的神石 还变得更强悍了 如果用薄杀来形容之前的神石 那现在的神石 就是钢板 素宝感到非常兴奋 别人掉到这坛底下 估计哭都来不及 但是素宝 现在可高兴了 他一直想着 怎么快速修炼神石 自己舍不得用金色雷叶 现在 简直就是他的天堂 神石所过之处 素宝将整个身坛 看得越来越清楚 对每个服饰 看得也越来越清楚 以前师父服 要我看尽世间百态 如今看来 我看得根本不值一提 素宝想到 眼前整个恶魔之眼底下 都不知道沉下了 多少人生百态 每一个服饰 便是一个人生 他的神石覆盖过去 就感觉自己 漂浮在三千世界上空 看遍世界三千 爱恨贪嗔痴 七情六欲 快乐的 开心的 但几乎每个人生 都会各有各的痛苦 那是每个人心底 存在的荒漠 恍惚间 素宝竟有一种 自己是天道主的错觉 每个人生 都在他视线之下 渐渐地 素宝神色不太对劲了 他的神色变得木然 神石占据了主斗 疯狂的野蛮生长 神石有了意识 想要看遍 整个身坛底下的服饰 此刻素宝的感觉 有些奇妙 好像他自己的本体 已经不存在了 只留下了自己的意识 随着他神石越来越宽阔 他越来越觉得 自己无处不在 天道主便也是这样的吧 天道主看遍 每个人的人生 看遍世界每个角落 那些很细微不起眼的人生 也会在他的视线之下 素宝一遍遍地看着 神石的强悍 甚至让他渐渐能同时 看完神石覆盖下的 全部服饰 此刻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他的神石 变成了宇宙星河 那般的深邃宽阔 似乎无穷无尽 不知道过了多久 素宝将整个血红色 潭水里沉浮的人士 都看完了 很多人生都开始重复 素宝看着看着 突然觉得有些不满足 他无意识地探出神石 神石如看不见的触手一般 深进了其中一个 鬼女的人生里面 妄图干涉他的人生 改变他的轨迹 结果那个鬼女的人生画面 开始扭曲 承受不住这样的神石干扰 即将要溃散了 关键时刻 素宝猛地惊醒过来 他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和血色的潭水一泡 整个人冷得都打了个寒颤 我在干什么 素宝惊骇 他刚刚竟然试图干涉别人的人生 让他走他想要他走的剧本 他竟然还想要 其他的服饰联合起来 看到一个过得很惨的小孩 想要将他的人生 强行搭到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去 看到一个孤单的姐姐 他又想让那个姐姐 跟另外一个同样孤单的哥哥 联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刚刚 他想操控别人的命运 素宝冷汗连连 这和现在的天道 又有什么区别 干涉 羊骨 等等 现在的天道 素宝愣住 待在原地久久都没能回神 恶魔之眼外 暗边 苏锦玉等了好久 看血色潭水 依旧不断翻滚 永远都不会停歇的样子 走吧 慕归凡说道 别等了 苏锦玉眼神不舍 素宝已经下去半天了 真的没关系吗 慕归凡道 我们该回去了 看看老太太 苏锦玉叹气 好吧 这时候 他忽然感觉不对劲 等等 你看这潭水是不是变了 没有那么红了 慕归凡也正紧盯着潭水 没错 潭水的确变了 原本是血红色的潭水 渐渐地变淡 没一会儿 就变成了淡粉色 苏锦玉傻眼 怎么回事 素宝没事吧 粉色等于可爱 等于素宝 四舍五入 就是素宝被潭水吃了 潭水吃了素宝 所以变成粉色的了 慕归凡哭笑不得 不得不说 他这联想太离谱 很可能是素宝 把这些血红色的东西吸收了 慕归凡沉吟 我下去的时候 感觉血色潭水里面 充斥着什么东西 我没弄明白 不过要是很了不起的东西 被素宝发现的话 他肯定要想办法搜刮走 就像在清华大地的洞府里一样 地皮都要刮一层带走 今时 五个大地的气韵 都加持在了素宝身上 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 他能发现 别人拿不走的东西 他能拿走 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毕竟能修炼到 阴界五大地的 又有谁气韵不好 都是极大气韵者 现在这些大气韵 都加持在素宝身上 他拿不到机缘 才是奇怪了 走吧 木龟凡放心了 搂过苏锦玉 一个闪身就消失不见了 花心鬼和嫁衣女鬼 互相看了一眼 嫁衣女鬼一脸羡慕 盈盈盈 奴家也想要男人 搜一声带奴家走 花心鬼道 我去叫其他阎王来 把你带走 要不要 嫁衣女鬼 气场转身 白袍飘逸 说道 走吧 回去看家 懦弱鬼依依不舍地看了 恶魔之眼一眼 说道 好 老祖宗自语 我还是不放心老妻 我先回苏家看看 没人注意 小鬼兽盯着 渐渐变淡的潭水 突然一头扎了进去 老祖宗走出去好远 忽然疑了一声 嗯 总感觉少了什么 他疑惑地站在原地 想了想 愣是没想起他的小鬼兽 或许潜意识里 小鬼兽已经是 素宝的小宠物了 所以他记不起来了 老祖宗摇摇头 一边慢悠悠地飘走 一边自语 老喽 这记性真的是 哎 小鬼兽跳入恶魔之眼后 扑通一声落在潭水里 他在潭水底下瞪大了眼睛 四肢爪爪跟狗爬似的 滴溜滴溜地滑动 往潭水伸出游去 周围有什么东西 在揪他鼻子 小鬼兽炸毛 在水里本身毛发就漂浮着 又这样炸毛 活像一团毛线球 小鬼兽不断往下游 左瞧瞧右瞧瞧 不断确定方向 歪歪扭扭向下行进 素宝第一次想到了 与之前都不同的问题 之前作为被压榨 被干涉的那一个 他就觉得 天道是坏人 天道在阳谷 他凭什么干涉别人呢 作为天道 他为什么要一次次灭杀他 不想给他翻天的机会 现在提前体验了天道主 素宝忽然换了个位置 其实他并不是 要干涉别人的人生 他只是觉得 可能某个人的人生过得不好 或许他需要另外的人生 然后他会看到 有些天生怒气之爆棚的人 一整个人生都在抗衡人生的不公 跟所有的制度对着干 素宝便觉得 他是自讨苦吃 依着这样的思路想问题 素宝便开始考虑 假设我看到了一个 跟我一样厉害的人 我会不会先下手为强 将他扼杀在摇篮里再说呢 思来想去 答案竟然是会 素宝愕然 便觉得 如今的天道看待他 也是这样的吗 所以 他渡劫的时候 天道一次次降下必杀的雷霆 将他扼杀在摇篮里不可 素宝忽然觉得迷茫了 那他现在在做什么 即将要做的一切 又有什么意义 站在他这边绝对的善意 站在天道那边 或许是绝对的恶意 退一万步说 等他真的突破智骨 成了新的天道主 他又怎么保证自己 做得比现在的天道更好 会不会干涉别人的人生 会不会插手别人的服饰 素宝眼底越来越茫然 如星海一般的神识 也变得晃晃悠悠 极其不稳定起来 神识的不稳定 直接冲破了很多服饰记忆 仅仅在一念之间 就有数不清的服饰破碎 灰飞烟灭 刚下来时 素宝还拼命抵抗的丧尸 在他一念之间 也寸寸烟灭 潭水变得越来越清澈 几乎都看不见红色了 最致命的是 神识也在反噬素宝 不受意识控制了 再这样下去 就会将他反噬 直到最后 他也变成这深潭中的一滴水 小鬼兽拼命地游啊游 鼻子尖尖都麻木了 终于他远远地看到一道身影 那身影漂浮在潭水中 没有往下沉 也没有往上浮 就这样静静悬在潭水中 好像他在人间看到的 什么什么标本 滋滋 小鬼兽冲过去 果然是小主人 但小主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睁着眼睛却双眼无神 意识涣散 他一动不动 手维持着抬起的状态 没有一点声息 小鬼兽吓死了 这是不对的 小主人不是鬼而是人 人掉在水里这种状态 肯定是不对的 子子 小鬼兽焦急地围着小主人转 周围似乎有可怕的东西 一丝丝一缕缕地 往小主人身上钻 不管他怎么叫唤 小主人依旧没有一点反应 小鬼兽咬咬牙 决定直接撞过去 撞也要把小主人撞醒 子子 小鬼兽先是趴在小主人肩膀上 用脑袋不断地蹭着他 还是没有反应 小鬼兽便后退 开始一遍一遍地撞向小主人 素宝感觉很痛苦 他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感觉脑海很疼 好像要被分解了 但他怎么都无法从这个困境中挣脱开来 突然 他感觉意识一震 由水波纹荡漾开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撞大 素宝一愣 意识迅速回归神石 终于眼前渐渐明朗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他的神石已经能够完全覆盖恶魔之眼的横向宽度 重新看清楚了潭水底下的情形 一只小小的像仓鼠 又像龙猫一样的小东西不断地倒退 然后猛地冲过来 一脑袋撞在他屁股上 呃 为什么是撞他屁股 素宝仔细看 原来是小鬼兽 小鬼兽又四肢滑动地倒退出去 重新再冲过来 素宝眼急手快 在他还没撞到的时候 神石一龙 隔空将他抓住了 小鬼兽没有神石 根本就看不见是什么东西抓住了他 一整个挣扎起来 啊呀 小主人救命 有脏东西 素宝的神石拎住小鬼兽 但实际上 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还是木然的神色 眼睛无神地睁着 所以小鬼兽慌得一劈 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别吵 小鬼兽一秒定住 咦 是小主人的声音爱 小主人醒了吗 滋滋 小鬼兽开心地扭动 素宝眼珠子动了动 意识终于回笼 一刹那间 周围的声音也涌入耳朵 听到了小鬼兽滋滋声音 滋滋 你怎么来了 素宝抬手 把小鬼兽拎了过来 抱在怀里 他轻轻地给它顺毛 但在潭水里 小鬼兽哪怕本身是鬼 那毛发依旧随着水漂浮起来 素宝一把薅住他的脑袋 让他的两只眼睛 从他的毛发中露出来 滋滋 吱吱吱吱小鬼兽脸比带滑 可惜毛发漂浮 只看见一节短短的小爪子 谢谢你 素宝感觉自己 就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 差点醒不过来 幸好小鬼兽来 把他撞醒了 或许没有小鬼兽 到最后他也能挣脱 不过可能会过很久很久 必定错过回家过年 到时候外婆就要担心了 不过 你怎么撞我屁屁呢 素宝觉得好笑 小鬼兽比划 滋滋 虽然不知道具体说什么 但素宝大概能懂 他意思是 原本撞腰的 怕把他腰撞坏 撞手脚 手脚会在水里浮动 作用不大 不可能撞头 万一把他脑袋撞坏了怎么办呢 所以只好撞屁屁了 素宝想了想 急于肯定 你说得对 小鬼兽顿时好开心 脑袋蹭蹭素宝的手 主动求摸摸 素宝撸了几下 就把他放在肩膀上 我们得继续下去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 耽搁那么久 这一场噩梦 着实有些可怕 不过跟人做梦一样 在梦里有时候很困难 怎么都想不明白的东西 醒来之后 发现那些问题 根本不算什么难题 没有绝对的善恶 所以做事 只要凭借自己的本心 不违背约定俗称的 道德和底线 那又何须去管别人做什么 至于如果他是天道主 如果有个像他这样的人 要捅破天 要不要将对方 扼杀在摇篮里面 如果给对方加持了对方 本就是恶人这个前提条件 才会有这些纠结 但如果对方并不是呢 会不会干涉别人 素宝觉得自己 不会干涉别人的人生 至少在这一世 他自认为即便做得不完美 但他做了应该做的 不应该做的 也没有做 未来会不会 那是未来的事 未来再说 现在的他 为什么要考虑 醒来的素宝 一瞬间就想明白了 梦里面想不明白的问题 他也很清楚 刚刚他是 被恶魔之眼困住了 故意误导 原来恶魔之眼 是这样的意思 他差点就成为恶魔的一部分了 要真化成潭水里的一滴水 他都不知道 需要多久才能醒过来 就算爸爸来找他 估计也是 找不到的吧 素宝摇摇头 把这些抛之脑后 带着小鬼兽 一心朝深潭底下去 嗯 这潭水怎么变色了 素宝诧异 滋 小鬼兽指了指自己的嘴巴 又指了指他 被我吃完了 他这才发现不对劲 血色潭水里红彤彤的微光 却一点都不剩了 全都转移到他的神石里面 让他的神石变成了真正的心海 哇 我可真厉害 素宝自夸 小鬼兽 指指 那必须的 素宝 低调低调 但还是有点心痛呀 原本他想着要收集起来 拿回去一点的 到时候可以给依然哥哥一些 他也修炼出了神石 这些东西对他有用 然后还可以给爸爸 他可以训练爸爸 想办法也让他修炼出神石 爸爸以前没能见鬼的时候 就能凭直接抓鬼 说明他的精神力也是不弱的 可惜都被我自己吃完了 哦哦 真浪费 真败家 小鬼兽看素宝的双眼亮晶晶 什么败家 这叫什么败家 吃下去就是自己的 哪里会有什么败家 虽然血红色的潭水变色了 成为透明的普通潭水 但到了深潭底下 依旧能一眼区分出潭水的分层 底下是漆黑的潭水 伸手不见五指 素宝压住小鬼兽 低声说道 抓紧了 小鬼兽立刻抓紧素宝 不仅两只前爪 连两只后爪 用力抓紧了素宝的衣服 他浑身寒毛倒立 似乎到了这里 就一下子被压制了 趴在素宝身上 瑟瑟发抖的 根本起不来 素宝感觉到他的异样 问道 怎么了 小鬼兽害怕得到 滋滋 这里有大怪兽 超级大的鬼兽 比他要厉害一百倍的鬼兽 他根本抵抗不了 带着本能的害怕 素宝听懂了小鬼兽的话 这里竟然有一头 九级圆满大鬼兽 爸爸下来的时候 都没有遇到 不对 爸爸是逃上来的时候说过 感觉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很危险 这么说的话 就是这大鬼兽了 素宝的神识延伸出去 发现远远还没有到坛底 他小心翼翼地下沉 朝着爸爸说的坛底 宫殿前行 神识比他本人要先到达 素宝还在半岛的时候 神识就发现了 爸爸说的那个宫殿 只是这时候 他也开始感觉到不安了 他的神识 小心翼翼地 朝那片宫殿探去 想看清楚 那里面是什么 但这时候 却不知道从哪里 传来咚的一声 一道黑影 从隐秘的坛底宫殿后面 冲了出来 素宝心底一惊 那东西速度很快 素宝很快看清楚他的样子 他不由地瞪大眼睛 哇 哥斯拉 跟哥哥的奥特曼动画片里的 哥斯拉怪兽 几乎一模一样 跟变异的大蜥蜴似的 后背长着尖刺 两只前掌相对比较细 但尾巴和后腿 就很粗壮了 站起来的时候 跟变异恐龙似的 虽然素宝也没见过变异的恐龙 来了 素宝低声道 小鬼兽早就感觉到了 后背的毛瞬间拱起 四肢爪爪一软 差点抓不住素宝的衣服 赶紧又巴拉巴拉抓住 他真的很害怕 底下这个大鬼兽 对他来说自带威压 这威压碾的他 头都抬不起来 素宝赶紧要拿武器 通判比在这么大的鬼兽面前 跟个牙签似的 而且 他不知道盘古开天 对这大鬼兽有没有用 情急下 他从爸爸给的戒指里 拉出了一把大大的长刀 这长刀可夸张了 至少有五米 蹭一下出来 差点把它戴沉到底下 素宝拿着比自己 长了几倍的大砍刀 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材质做的 好沉 奇怪 我没在爸爸的地宫里 看到过这把刀啊 素宝心底吃惊 手握在刀柄上 刀柄传过来一阵深寒 不仅如此 这长刀似乎十分抗拒 竟要自己挣脱出去 素宝没有时间找其他武器 大鬼兽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了 他只能双手抓住刀柄 二话不说 狠狠朝底下砍去 哄 即便是在水底 这大刀的威力 依旧令素宝震惊 只见潭水都被劈开了 一道光刃 朝大鬼兽脑袋上劈去 大鬼兽愤怒地发出吼叫 尾巴一甩 重重砸在素宝身上 啊 素宝被狠狠撞飞 整个人眼貌惊心 耳朵都嗡嗡地耳鸣起来 好厉害 小鬼兽在大鬼兽的压制下 全身发软 除了用力抓紧素宝的衣服 他竟动都不能动 素宝还没爬起来 就见那大鬼兽冲过来了 张着大嘴巴 一口将素宝吞进了嘴里 小鬼兽魂飞魄散 吱吱吱 素宝听明白了 不能被吃下去 可惜小鬼兽连滋滋都难以发出 素宝不明所以 但肯定一点 不能被吞下去 大鬼兽喉咙里的大吸力十分恐怖 要不是素宝的神石 紧紧地抓着他的牙齿 现在已经在他的肚子里了 素宝按道一声好厉害 这样恐怖的犀利 要不是他的神石晋级了 就凭原来的五十米 一百米都抓不住这牙齿 小鬼兽却没有那么幸运 他的爪子发软 巴搭一声 就要被吸进大鬼兽的肚子里 素宝立刻抓住他 要把他丢到魂湖去 谁知道小鬼兽紧紧抓着他手腕 怎么都不愿意进去 子子 小鬼兽告诉素宝 这大鬼兽的弱点 原来 这大鬼兽最厉害的 就是肚子里的四个位 被吞进去后 神仙都要被分解练化 但是他的皮肉又很坚硬 尾巴的力量也很强 爪子很强 头顶的尖刺也很强 素宝心底绷紧 说道 你直接说他无间不摧好了 他看向小鬼兽 迅速把他塞进衣服里 忽然注意到他红红的鼻尖 素宝心神一动 他咬牙 神石猛地发力 将自己抛了出去 在被抛出大鬼兽嘴巴的瞬间 他手持长刀 劈向大鬼兽的鼻子 然而大刀抗拒 劈出一道光刃 只是把大鬼兽的鼻子 削掉了一小块 哦 大鬼兽瞬间发狂了 素宝手里的长刀也不老实 要不是被他死死攥着 估计这刀都要反杀他 简直是内忧外患 两两皆敌 素宝头都大了 气得他抬手 一巴掌扇在大刀上 赤骂道 没用的东西 你除了会叛逆你 还会干点啥 大刀估计怎么都想不到 有生之年 会被一个小丫头扇了一巴掌 他惊呆了 偏偏这小丫头还在骂 第一次连人家皮都削不开 第二次勉强削掉人家一小块鼻子 你个没用的垃圾 大刀 他 竟然 骂他是 垃圾 大刀怎么都没想到 有一天 自己会被人扇了个大逼斗 还骂他垃圾 这人还是个看起来轻轻一捏 就能捏死的小丫头 他从被锻造出来 再到被封印 再再被供奉于太庙 最后随着太庙沉入阴界 这么长的岁月里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饮了多少血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屈辱 还骂他垃圾 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紧紧拿在手里 素宝感受到手里 大刀的愤怒和挣扎 又冷笑着补了一具重磅炸弹 再不听话 我就在你头上 系一条粉色的蝴蝶结发带 大刀 找死 他猛烈挣扎 哥斯拉也已经冲到面前 素宝隐约觉得 手里的大刀能斩杀哥斯拉 前提是先收服大刀 他凭借着自己 如星海一般强大的神石 闲闲躲过大鬼兽 但依旧被穷追不舍 这神坛是大鬼兽的主场 在这里 他占据不到一点主动权 手里的大刀 随时可能挣托出去 素宝第一个念头 就是先找根绳子 把自己的手和大刀绑起来再说 这绳子 必须还是厉害的绳子 素宝先是用了 附魂网上面扯下来的红网绳 但没有用 刚碰到大刀 就被他的锐气杀成了虚无 他只能继续找 但戒指里能用的绳索都用上了 依旧没有用 素宝皱眉 大脑飞速运转 貌似所有带着灵异属性的绳索和物件 都抵挡不住大刀的锐气 说明这大刀的确厉害 那他要是拿出一条杨尖属性的绳子 他又该如何应对 素宝在戒指里一顿摸索 很快拿出一条粉色的发带 那是他小时候的发带了 外婆给他买的 由于这发带 要系一个大大的复杂型蝴蝶结 才会好看 所以 整条发带还是蛮长的 之前只有外婆会系 后来他来了阴界 就一直闲置在戒指里了 素宝用粉色的发带迅速绕圈 将握着刀柄的手紧紧绑住 等于是把自己的手 和大刀的刀柄绑在了一起 虽然最后不够长 没办法绑成蝴蝶结 但也有两个小啾啾 看着跟小蝴蝶结差不多 大刀气炸了 他还真的绑蝴蝶结 还是粉色的 这哪把刀能忍 然而这次不管他怎么发狂 都没办法挣脱这个蝴蝶结 素宝冷笑一声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玄学不管用 就用科学 科学不管用 就用物理学 这绳索的技法是爸爸教的 绑成这样比死结还牢固 给我好好干活 不然的话 我就在那脑袋上 系满粉色的蝴蝶结 再找个粉色的公主铁盒子 把你装进去 铁盒子外面 再缠满粉红色的蝴蝶结 大刀气得发抖 这气怒无处发泄 眼前撞过来的大鬼兽 就成了他的发泄对象 绑着他是吧 那他就让他死 大刀突然猛朝大鬼兽冲去 劈天盖地的一刀斩杀而下 素宝被大刀猛地拉扯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往前扑 一般都是人拿着大刀挥舞 现在是大刀拿着他挥舞 这能行 他扭鼓入室 阎王 素宝 绝不认输 敢甩他 他必须让他使 素宝很快扭转局势 紧紧地握着大刀 哄 大刀炸出令人心惊的光芒 斩在大鬼兽的脑袋上 将大鬼兽的脑袋 都劈得裂开一道伤痕 小鬼兽猛地睁大了眼睛 他无比清楚大鬼兽的厉害 竟然能在大鬼兽身上 劈开一道伤痕 简直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滋滋 小鬼兽刚探出脑袋 想喊加油 结果素宝此刻 正踩在大鬼兽脸上 他猝不及防 和大鬼兽那巨大的瞳孔对视 小鬼兽身体一软 赶紧又哆哆嗦嗦地倒退 继续躲在素宝的衣服里 素宝惊喜地看着手里的大刀 没想到这大刀这么厉害 哟 不错呀 素宝毫不保留地夸赞 真是一把厉害的大刀 大刀闪过一丝得意 那必须 等等 他为什么要因为 他一句夸奖的话得意啊 愤怒的大刀又愤怒了 但素宝已经渐渐掌握了 压制他的手法 他体内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从丹田汇聚到手上 淡紫色的阴力 顿时缠绕在刀身上 让大刀显得鸿蒙不清 自带无上威严 大刀已经是长出气灵的武器 见此愣了片刻 递者的威势 素宝已经动了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 用通判笔以外的武器 施展盘古开天 破 他眼神凌厉 一跃而起 瞬间就到了大鬼兽的身后 大刀破开漆黑的潭水 犹如破开横骨的黑夜 炸起一道金色的刺目亮光 轰 盘古开天带着势不可挡的杀势 劈开大鬼兽背后的尖刺 破开他坚固的血肉 扑得一声鲜血飞溅 大鬼兽遭受重创 嘶吼声震的整个潭水 都呼啸了起来 大刀已经很久没见血了 这次斩的 还是九级大圆满的鬼兽 他善于选择强者 只有能够站在岁月长河上 亘古不灭的大地 才有资格成为他的主人 因此从他出世到现在 都没有一个人能真正拿起他 用他征战 所有曾经拿起他的人 最后都死在了他的刀刃下 他被人称为邪刀 他们说他是主 说他是恶魔 他们拿不起他 就叫嚣着要毁掉他 将他供奉太庙 沉入阴界 永不见天日 然而明明是他们自己 没办法抵御他身上的锐气 最后却又怪罪在他头上 说他是主 又说他是邪刀 凭什么 这是第一个 能真正拿起他征战的人 大刀有些战力 刀锋发出嗡鸣 此时他在看 已经看不到那个鲜弱的小姑娘 而是一个末发飞扬 一百随波纹烈烈而动 双眸里透着灵力的大地 一个真正的大地 大刀的战力更激烈了一些 素宝手腕一转 将大刀直于身侧 翻身一跃 迅速离开了原地 大鬼兽的尾巴 堪堪横扫过来 素宝显而又显地避过 已经开始适应 这种水下战斗的感觉了 比大地境圆满 还厉害的大鬼兽 素宝暗暗心惊 他现在也才中期圆满 大地境中期圆满之后 晋升大地境后期 大地境后期圆满 也才会晋升到大地境圆满 俗称大圆满 距离上天也就一步之遥了 素宝现在和大鬼兽 还差一个小境界 也就是说 他要跨境界斩杀他 虽然艰难 但素宝却觉得 未尝不可一世 他赤手空拳或许难敌 但若手里的大刀 与他心意互通 加持战力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来 让我看看你的实例 素宝手腕一转 大刀直指鬼兽 你嫌弃我 忘了告诉你 能不能留在我身边 还得看你的本事 花音落下 发狂的大鬼兽 已经横扫到境前 或许是他怕了 或许是学会了谨慎 他冲到境前的时候 巨大的尾巴一甩 双目怒瞪血红 恨不得要把他吞下去的样子 素宝举刀劈杀 对准了大鬼兽的尾巴 狠狠砍了下去 大刀感到一种莫名的紧迫感 虽然知道 素宝刚刚那话是故意气他的 可他就是莫名感觉再不表现出来 或许真的会被他放弃 这一刻 他再不敢隐瞒 整个刀身流动过暗芒 古朴凡复的花纹便显示了出来 刀刃在这暗色的纹路下 显得更加锐利 以破天之势 砍掉了大鬼兽的尾巴 很好 素宝眼里露出一丝笑意 打一棒给个甜枣 毫不保留的夸赞 不愧是我目前见过的最锋利的刀 大刀里面的气铃 又抑制不住地嘚瑟起来 那必须的 等等 他怎么又得意了 不过这次的得意 跟刚刚却不一样了 有一种终于找到主人 又可能被未来主人夸赞的喜悦感 大鬼兽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最坚硬的尾巴 竟然会被砍下来 不仅被砍了下来 那个该死的小东西 还飞速地窜过去 他都没看到他怎么拿的 就把他的尾巴捡起来 丢进了他的戒指里 还气死人不偿命地说道 好大一条尾巴 正好回家过年 给外婆带点不一样的年火 大鬼兽愤怒 好 好 速宝 应该够几顿了 从大年三十吃到初五 大鬼兽愤怒至极 原本在这深潭底下 已经霸道惯了 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小心翼翼 什么叫谨慎 他更不需要小心翼翼 也不需要谨慎 他可是九级大圆满 大鬼兽心红的眼睛十分可怕 这次冲过来 张开了巨大的嘴巴 非要把速宝吞进去不可 小鬼兽又开始急了 大鬼兽是真的发狂了 他最厉害的就是吞咬 炼化 再厉害的人到了 他肚子里都很难逃生 一般来说 不管是鬼兽 还是人 还是其他动物 内脏 体内这些地方都是最弱的 所以会有骨骼 外壳保护 但大鬼兽却是反过来 他肚子里面 会比他铜墙铁壁一般的外皮 更厉害 大鬼兽横冲直撞 一通乱咬 说是乱咬 他的嘴巴却自带一种神通 速宝有盘古开天 这大鬼兽一张嘴 也有大神通 速宝觉得 如果这个神通有名字 大概会叫吸星大法 他持刀劈杀 好几次都被他咬住 一直能咬住他攻势 和神通的大鬼兽 刚刚那些冲撞算什么 算是逗他玩吗 或许是第一次咬住他的时候 他已神识逃脱了 所以以为吞咬对他没用 不管是什么原因 此刻速宝都变得艰难起来 好在大刀似乎被他驯化了 他能感觉到他和大刀 有一种心意相通的默契 也是在这一刻 速宝迅速解开了粉丝的发带 人再往后退 大刀却飞了出去 争 大刀脱手 迅速隐没在漆黑的潭水里 大鬼兽眼底露出一丝机巧 他很清楚 刚刚这小东西还在驯化大刀 此刻却把大刀放了出去 这大刀绝对要跑了 没有大刀的他 算什么东西 他一口就能吃掉 手里没有了大刀 速宝只能靠灵活走位 和大鬼兽九级大圆满 相当于大地井圆满的家伙比 还是差一截 速宝在寻找机会 此刻他已经筋疲力尽 小腿度也有些发软了 但有了前几次和黑袍男人的对战 和九天雷杰的对战 这大鬼兽反而不是最要命的 他心底有无比的信念 就是他一定能战胜 速宝在避开一次的时候 止不住喘息 好像已经筋疲力尽了 大鬼兽原本还提防 他有什么诡计 此时见他露出颓势 星红的眼底浮现一丝嘲讽 任何东西在他面前都是小丑 大鬼兽士气大震 想到自己被砍掉的尾巴 整个兽就愤怒地不行 吼 速宝急速避开 然而才刚转身的时候 却发现大鬼兽不知道怎么的 刚刚还在左边 竟然一下子出现在了右边 他瞳孔猛地一缩 怎么回事 刹那间 他想到了爸爸说的 坛底存在空间法则 那些玻璃镜面一样的光 可刚刚并没有出现什么光 仅仅一次大意 速宝就被大鬼兽一口吞了进去 在被吞掉之前 速宝所有的神石 裹挟着怀里的小鬼兽 把他远远地扔了出去 他也想用神石裹着自己 把自己扔出去的 但这一次没有那么幸运 大鬼兽的细心大法太厉害了 并且这次还有莫名的空间法则 速宝刚被他一口咬住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他的胃洞里 不是被吞下来的 是被传送下来的 这大鬼兽的嘴巴果然厉害 底下的酸臭扑面来 速宝神石 已经先看到了黏乎乎的胃炎 眼看就要掉下去 电光石火之间 速宝用神石兜住了自己 他果然停住了 就停在半空 原来刚刚那一瞬间 速宝想到的是 神石能隔空玉物 还能隔空拿起银针 那为什么不能把他自己 也拿起来 举在半空中 一个念头形成 他就漂浮在半空了 速宝万万没想到 发现神石妙用新大路 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远古神话中 神仙会飞 难道也是这么个原理 用神石拖住自己 他莫名想到 左脚踩着右脚 再换右脚 踩左脚螺旋飞升的画面 啊 这不科学 他又想起电影里 指环王精神利弥天 自己漂浮起来的场面 嗯 这个稍微有点合理 这些念头一闪而过 速宝就立即去感应大刀的位置 可惜了 计划未成 他的计划是大刀脱手 他在前面吸引大鬼兽的注意 神石控制大刀在后面搞暗杀 然而大鬼兽的动作太快 一直瞄不准 又因为刚刚大鬼兽莫名 从他左边出现到右边 他直接被吞了进来 不可思议 这么长的时间段内 他一直没想到过他也会瞬移 似乎这个本能被压制了 速宝立刻尝试 果然他没办法瞬移 他不死心 两指捏起 虚空画幅 金色的光芒在眼前亮起 然而他还没开始瞬移 这金光就莫名被吞噬了 速宝想通过瞬移出去的计划落空 果然是空间法则 速宝心惊 这大鬼兽不愧是九级大圆满 居然学会了空间法则 必须要尽快出去了 只是大鬼兽皮操肉后 他就算能和大刀心意合一 他在里面攻 大刀在外面杀 依旧会被大鬼兽甩掉 大鬼兽不是蠢的 他不会一动不动给他杀 要是有其他的东西干扰他就好了 吞掉速宝 大鬼兽终于输心了 哈哈 不自量炼 他可是九级大圆满 他承认 这个大地精的小东西很厉害 不过还是比不过他 想到自己被斩断的尾巴 大鬼兽愤恨不已 准备要回去好好练化肚子里的小东西 正在这时候 漆黑的潭水中亮起一道细细的光芒 大鬼兽定睛一看 居然是刚刚被丢出去的小鬼兽 他击翘地看着冲过来的小鬼兽 在大鬼兽的威压下 小鬼兽几乎动弹不得 这是一种本能的压制 小鬼兽眼泪汪汪 那是他的小主人 这死东西吞了他的小主人 就在小鬼兽冲到镜前的刹那 他身后亮起一块巨大的图腾 是一只巨大的白虎 身形不亚于大鬼兽 小鬼兽怒吼一声 身后的巨型白虎也发出怒吼 猛朝大鬼兽要去 吞了雷烟后的小鬼兽 也才从原来的八级 悄悄升级到九级 但九级和九级大圆满 又有十分大的差距 他根本不是大鬼兽的对手 白虎被大鬼兽 一口咬断了脖子 亮光陡然熄灭 小鬼兽不甘心 他双眼赤红 再次怒吼一声 这回身后出现了青龙的图腾 他是鬼兽之王 小王也是王 吼 这声怒吼比滋滋声微舞 他身后亮起一个个图腾 青龙 白虎 猪雀 玄武 一出手便是神话中的四大神兽 大鬼兽都不由得吃惊 他不敢再大意 怒吼着和四大神兽撕咬起来 一时间潭水翻涌 哪怕躲在远远地方 偷偷观战的鬼兽 都被冲刷得站不稳 惊慌不已 大鬼兽肚子里 既然不能瞬移 素宝用神石裹挟着自己往上走 刚到大鬼兽的喉咙附近 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制 这是九级大圆满的压制 这压制果然比在大鬼兽身体外面 感受到的压制更厉害 素宝在外面还能咬牙应对 在这里竟无法突破过去 他再次尝试用金色符露瞬移 但依旧不成功 这时候只能破开大鬼兽的喉咙 从这里出去 素宝用神石查看了一下 大鬼兽的喉咙 这里应该是他薄弱的地方之一 不过大鬼兽不会乖乖不动 让他和大刀瞄准的 他正想着有什么东西 干扰大鬼兽就好了 没想到周围突然猛烈晃动 素宝的神石看到的画面 直接让他惊呆了 这还是那只害怕的 只敢躲在他怀里 只能用四只小爪爪 抓紧他衣服的小鬼兽 小鬼兽依旧是小小一团的样子 身后却亮起图腾 上古四大神兽都围绕在他身边 他赤红着眼 很愤怒的样子 控制着图腾和大鬼兽 打得难解难分 厉害了我的小鬼兽 素宝吃惊 他没有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抬手冷吃 回来 躲在漆黑潭水里 伺机而动的大刀 忽然感受到了素宝的召唤 他被放开后 其实可以立刻离去 但没有 甚至还等在一边 等了好久都没等到素宝的召唤 他有些不甘心 不过却并非觉得素宝死了 是觉得 他怎么还不召唤他 难道是他刚刚的话当真 他不要他 正纠结的时候 忽然刀锋颤抖 终于感觉到了他的召唤 大刀没有任何迟疑 如一道黑色的力芒 速度比光更甚 扑的一声穿透了大鬼兽的脖子 来到了素宝身边 重新回到了素宝手上 大鬼兽万万没想到 这大刀的速度那么快 一下子破开了他的喉咙 他剧烈挣扎起来 想要狠狠教训这把大刀 到了 他肚子里的东西 就算是一把绝世锋利的神器 也得给他趴着 然而小鬼兽的百兽图腾 依旧在纠缠 四大神兽难以对付就算了 他身后光的图腾 还源源不断地给神兽补给力量 他一时无法脱身 素宝勾唇 看着大刀低声道 果然是好刀 不过下次能不能再快一点 我喊你过来的时候 只给你一秒的时间 大刀翁鸣 他当然能够更快回来 只不过 他不能只说过来两个字啊 他有名字的 只要喊他名字 不管多远 他都能第一时间感应到 刚当那是因为没喊他名字 从他喊他 再到感应他 再再到他收到感应 都花了两秒好不好 素宝垂眸看 心意相通 忽然明白了 龙牙 你叫龙牙 大刀翁鸣 素宝点头 明白了 那我们再试一次 他抬手一挥 龙牙飞了出去 从刚刚破开的喉咙伤口飞出去 顺便旋转一圈 把大鬼兽的喉咙割得更开一些 大鬼兽愤怒至极 素宝就在大鬼兽的喉咙附近 大刀旋转隔开的洞口 足够他出去了 不过他没动 抬手冷喝到 龙牙 仅仅一秒 刚飞出去的龙牙 瞬间回到他手上 素宝眼里迸发出异彩 他手指龙牙 整个人一跃而起 神石拖着他 他如一道光芒飞速划过 拖 弹鼓开天轰然劈出 小鬼兽正憋着眼泪 愤怒又发疯似的跟大鬼兽干仗 忽然大鬼兽的喉咙那里 陡然炸起一片金色光芒 熟悉的声音冷喝了一声破 素宝一刀斩杀 浴血冲了出来 小小的身影还未站定 就又回身一刀劈下 一举斩下了大鬼兽的头颅 小鬼兽不由地瞪大眼睛 大鬼兽也瞪大了眼睛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会是这样死的 一个小小的丫头 手里拿着一把巨刀 明明一刻钟之前 他和这把刀还不熟 此时此刻 他却已经和这大刀合二为一 破开了他道则威压的封锁 斩下了他的头颅 喉 神坛底下 充斥着大鬼兽不甘地怒吼 不得不说 九级大圆满的鬼兽 是没那么容易死的 虽然被斩了头颅 却依旧厉害 鬼拧下头都死不了 他被斩下了头颅 自然也死不了 只不过小鬼兽 没有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他连上古四大神兽的魂洞能收服 自然也能收服这只哥斯拉 只要给到他机会 眼前 就是最好的机会 小鬼兽冲了过去 趁着大鬼兽没反应过来 扒拉了对方的大脑袋 撒腿就跑 收服不收服的 也不一定得靠实力不适 取巧也是可以的 小鬼兽身后的图腾亮起 这一次 不仅仅四大上古神兽 鬼界百兽都在他的图腾中 他将大鬼兽的脑袋扔进图腾 瞬间亮光四起 大鬼兽怒吼着 被拖入了亮光中 小鬼兽咬牙 吃力地将图腾压制 一点点地把身后的亮光收拢 最后 亮光引没进他身体里 压制了大鬼兽的头颅 身体就好办了 小鬼兽看到素宝一摆烈烈 双眼力燃 挤刀把大鬼兽的身体 斩杀成几块 他赶紧跑上去 这么小一团小东西 巴拉巴拉这块 巴拉巴拉那块 把身形巨大的大鬼兽身体 巴拉进自己脖子项圈里面 素宝看得目瞪口呆 眼前收拾大鬼兽的小毛团 乃凶乃凶的 双目发出幽光 转头看到 他却忽然顿了一下 瞬间眼泪汪汪朝他扑来 滋滋 素宝眼间 看到了树林边上的人影